深夜里佛具店门口的纸箱突然冒出火光 接着熊熊大火越烧越烈还不断冒出阵阵白烟 究竟这场火怎么来的把画面调回事发之前 监视器拍下当时两名男子骑乘脚踏车路过佛具店时 看见其楼下摆放的纸箱是直接停下来 脚踏车就扔在一旁 男子接着任意打开翻动纸箱 发现里头放置的是大量的凤梨果冻蜡烛 接着拿出打火机往摆放蜡烛的纸箱点火燃烧 还不停地摆动位置确定整个箱子都会烧起来 另一名男子目睹全程却燃也不燃 纸箱开始冒出火光 男子见证是直接转头投意 一家六口全住在楼上 老板娘隔天一早起床开店 看见火烧骑楼下都吓坏了 不但地板全被熏黑连两株 价值要价六千元的金橘树 也知道烧得较黑 还不时地飘出正正蜡烛燃烧的味道 正常人家说这种管子会整个会烧起来 神明有保佑啦 一箱是两千块左右 真的是不重要 重点是它万一真的烧起来 我们是全部正拍的 你都住在这里啊 摆对啊 隔壁还有民宿耶 仓库啊 仓库都是一人 花莲吉安乡的佛具店 十三号凌晨遭人无辜送火 当时因为蜡烛送到货时 店家早已打烊休息 所以直接将凤梨蜡烛摆放其揉 没想到两名男子 疑似因为一时兴起纵火烧香 索性火势没有蔓延开来 否则对方大量 易燃物品的佛具店 这一烧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警方目前沿线调阅监视器画面 要将两名随意纵火的男子 起步道案 记者廖卫林 买凯廷花莲报道